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明7日封面远离 各地降雨缓和 天气有时转干 但受大陆冷气突然影响 各地气温下降 中部以北低温下碳13度 明全台空挺不佳 东部以外均为局 红色警示 中央气象局预报 明日封面已远离 上半天水气人多 各地有小范围短暂雨 午后干空气移入 降雨趋雨缓和 天气风险公司指出 预估要到明下午或 傍晚后水气带通过 环境转为干燥 才会回到多云 到晴得好天气 并持续到收假日 温度方面 明日各地气温偏低 清晨低温约14至18度 白天受到降雨影响 北部地区高温约19度 中部以南 东半部地区约21至24度 午后气温在降 中部以北 东北部地区低温碳13度 南部 华东地区约16度 日夜温差约10度以上 天气风险公司表示 冷空气将影响到周六 周日清晨后才会开始减弱 周六夜间至周日清晨受辐射冷却影响 早晚温差大 提醒外出注意保暖 空气品质方面 明云加南为红色景色等级 北部 竹苗中部 高屏及里岛地区为橘色提醒等级 宜兰及花东 空顶区为普通等级 外出应配戴口罩 此外线方面 明大部分地区曝晒 极数偏高量级 提醒做好防晒 并尽量待在阴凉处 金门马祖为过量级 提醒10点至 下午2点 最好不在列日下活动 花莲县则为低量级